接下来介绍您这家餐厅开在深山里头 您就知道他们对自己的厨艺多有信心 这家隐身在台中新设深山里头的景观餐厅 就算是位置相当的偏远 人气还是照样相当的夯 这里走的是无菜单料理 从前菜到甜点一共八样菜 主菜是很少见的小牛背 左菌菇松露酱 先煎后烤的小牛背 依旧保持鲜嫩的口感 很多人一吃相当惊艳 素雅的木造房 搭上绿意蔓延的垂柳 透出一丝产意 但可别以为这里是日本 其实这里是台中新设 人气超夯的景观餐厅 它的设计上蛮特殊的 你看出去的话 你会觉得说它呈一个平行线有没有 蛮有它的风味 它觉得看出去的景色也蛮漂亮的 所以也蛮喜欢那个感觉 而且它可以看到台中吃 除了小美景 其实这里的美食也不简单 就算喂在深山里 而且没有菜单 用餐人潮还是不少 一人份的套餐 有黄瓜尬海味的 创意海鲜卷 与当季最鲜甜的竹笋炊饭 以及探讨野生续蟹 烟烤日本进口喜之刺 加上主菜滑嫩鲜美的极品牛小辈 做菌菇松米酱 从前菜到甜点移动八道餐点 随着季节变换食材 客人形容每次来到这用餐 就像是菜礼物一般 对啊就是一个惊喜啊 都不知道每天来就不知道 会吃到什么好吃的什么 其中主菜就是很罕见的牛小辈 八个月大从纽西兰进口的小牛 粉嫩粉嫩的肉质 价格是一般牛肉的两倍喔 因为他年纪来小 就本身没有什么杂味 就…对 就只是做起来的话 这种肉是清甜的 很清甜的一种肉 醃好的牛背肉可不能马上分割 得要整排煎才能保留原味 那我们煎完以后 会进烤箱直接再烤20分钟 烤完以后我们出来还会再回温 回温大概五分钟 再去切 再把它切开 那肉汁就能完全封在里面 经过两道手续 小牛背的鲜甜 果然都被保留在里面 粉嫩粉嫩的外表 还看到肉汁 沾上一点点松霧酱 濃郁的郡香 让小牛背吃来风味更佳 觉得蛮鲜嫩的 口感还不错 吃起来还有甜味 外面比较起来是不太一样 它的比较鲜嫩一点 没有那种 人家会有吃起来 一种硬硬的感觉 没有 假如你预算没有那么多 没关系 也有便宜一点的套菜 一样可以满足你 而主菜由缝鸭腿的实力 更是不容小觑 主厨选用的是宜兰的樱桃鸭 肉质较为细嫩 但要让鸭肉吃来 风味十足 出盐就是关键 你如果用一般的细盐的话 它咸份 它的咸度很快就会吃进去 腌24小时等到香料入味的时候 那鸭肉已经太咸了 所以说我们才会选择出盐 腌制入味的鸭腿有着浓浓香气 但这时还不能要上烤台 得要再放到鸭油里 以70度在低温焖煮24小时 鸭油它本身的香气 跟一般沙拉油的香气是不一样的 对 那低温油风的话 为了是要让它肉质吃起来 是软的 是嫩的 酥脆的外皮还带一点焦香 但经过低温油风的鸭腿肉 却依旧细嫩完全不卡牙缝 细细品尝还有着淡淡的迷迭香气 让人一吃就上瘾 不黏腻 吃起来的那个皮 还会有一点点的酥脆 对 然后味道我觉得蛮 就是说比较清淡 不是外面那个 对 那种感觉是很 好像会吃起来很腻的感觉 吃完会让人回味的 还有清爽的海鲜卷 师傅得将大黄瓜抱成 像纸一样薄 接着包入黄金鱼与生菜 最后放上明太子的脂味 甘甜的黄瓜 清脆的口感 与海鲜甜味超麻吉 觉得很特别 从来没有吃过这个 这种车这样子的食物 外面包的那个瓜 瓜瓜就是很干 很甜 然后里面有那个明太子 还有海鲜 就吃起来清爽鬼泥 饭后来到庭院走走 在有如风景化的建筑里散步 每个角落都有小惊喜 你也可以选择待在回廊里 静静的发呆 因为宝贵的时光 就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